大家好,欢迎观看《读书片刻》 拿着老伴路眼确诊肺癌晚期的检查报告 我的眼前一阵发黑 缓了半天,终于还是流着泪接受了现实 70岁的老伴已经是肺癌晚期 刻不容缓,我四处奔走为老伴寻访专家 癌症晚期,时间就是生命 我和路眼结婚三十年,不能就这么看着他死去 好不容易挂上了专家号 我带着满身的疲惫回到家 进门之前,我还特意打开手机前置摄像头照了照自己的脸 确定看不出哭过的痕迹后,才扬起笑容开了门 我暂时还不想让路眼知道他身患癌症的事 因为我曾在网上刷到过 说很多癌症患者在不知道自己患癌时都能正常活动 一旦知道病情就会迅速恶化 我不敢拿路眼的健康去赌 路眼不在家 我犹豫了片刻 拿出手机拨通了儿子的电话 妈 怎么突然打电话给我 听见手机里传出儿子的声音 我才感受到一丝心安 儿子向来孝顺 知道他爸的情况后肯定会帮忙的 儿子啊,家里出了情况急需用钱 你能凑五十万给妈妈吗? 儿子顿了两秒,出了什么事? 体检结果出来了 我患上了肺癌 治病要花很多钱 我咬了咬唇 不是我不想跟儿子说实话 实在是路眼肺癌晚期 这是多一个人知道 就多一分泄露的风险 反正是父母 母亲病了和父亲病了都差不多 儿子不会见死不救的 我边规划边说着 到时候再把我和你爸的这套房卖掉 银行卡里也还剩了二十万 再加上你的五十万 等一下 我哪里去弄五十万? 儿子烦躁地打断我 我老婆怀孕了 也要用钱 您又不是不知道 我听出儿子语气中的不耐烦 微微愣了一下 但显然现在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 儿媳现在才三个月 不着急 你结婚时 我和你爸不是帮你买了一套婚房吗? 虽然房价跌了 但也能买个一百万 什么? 你还想打我房子的主意? 话还没说完 再次被儿子打断 我不由地冒了火 我是你妈 你怎么能见死不救? 而且又不是让你把钱都给我 还剩五十万 你们拿去租房 或者换一套小一点的房子都可以 我把话一口气讲完 儿子却沉默了 我以为他在纠结 想想也是 儿子刚品尝到出为人妇的喜悦 就要失去自己住了两年的家 这对他来说确实有点残忍 但为了路眼 我也是没办法了 大不了等路眼病情稳定了 我去找份保洁的工作 帮衬儿子一家 这么想着 我张了张嘴 儿子却抢在我前面说话了 别致了 你去跳楼吧 我不想被拖累 一瞬间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连儿子挂断了电话 都没发现 今天一天发生的事 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迟到翻遍了家 也没找出房本 查询到银行卡里余额为零时 我终于忍不住坐在沙发上崩溃大哭 路眼 我该拿什么救你啊 不知道哭了多久 路眼满面春风地回来 看见我样子吓了一跳 怎么了 老婆 她拿起纸巾为我擦拭泪水 好了 别哭了 都六十多岁的人了 还哭得跟个小花猫似的 在她的安慰下 我渐渐止住了泪水 拿起手中的存折递给她 银行卡里的钱不见了 还有家里的房本 你动了吗 原本预备给路眼治疗的钱 忽然没了 现在我只能寄希望于 路眼早知道了自己的体检结果 自己把钱取出来了 路眼眼中飞快地闪过一丝心虚 怎么了 我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猛地握住她的手 你真的动了 还没呢 在我另一张银行卡里 我一个朋友着急买房 我想借点钱给他 路眼把手僵硬地从我手中抽走 我猛地意识到不对劲 你借钱动银行卡就算了 动房本干嘛 你要卖房借钱给人家 话音刚落 路眼的脸色瞬间变了 眉头猝起 你这是什么语气 房本写的是我名字 钱是我自己赚的 就连你都是我养的 我自己决定 自己的钱怎么支配 有什么问题 不行 这钱你不能借 这句话我几乎是用吼的 气氛安静了两秒 路眼的手机铃声响起 他下意识接了起来 不知道对面说了什么 路眼脸上露出震惊的神色 他忽然看向我 老婆 咱儿子说 你肺癌晚期了 路眼脸上挂着悲痛的表情 眼眶泛红 老婆 我不知道你得癌症了 你现在一定很痛苦吧 虽然步骤有些偏离 但结局是正确的 钱还在手里 路眼也不知道 自己得了癌症 我顺势点点头 所以这钱不能借 得留着看病 可是老婆 癌症晚期是治不好的 路眼的一句话 彻底让我愣住了 我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 男生问道 什么 路眼叹了一口气 与其把所有的钱都拿给你治病 到时候人才两空 不如把钱留给更有需要的人 瑶瑶比你更需要这笔钱 等你死了我还能拿到一笔保险金 以后我们可以活得很好 我捕捉到她话里提到的名字 孙瑶 路眼的白月光 虽然是路眼的白月光 但也只是路眼单方面地喜欢她 和我结婚后 为了让我放心 路眼十分主动地跟孙瑶断了联系 一段就是三十年 而且孙瑶似乎并不喜欢路眼 她甚至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婚礼上我们还互加了好友 她是个自由洒脱的人 一生未婚 我经常刷到她在世界各地旅游的照片 她在朋友圈里说 走遍全世界是她一生的梦想 甚至十天前 她还在澳大利亚旅游 三十年前 他们都没在一起 这都三十年过去了 又怎么可能发展出不正当关系 路眼只是在开玩笑吓我吧 我下意识不想相信 却在下一秒啪啪打脸 只听路眼说 没错 宋如初 既然你都要死了 那我也就不瞒你了 路眼缓缓开口 瑶瑶这次回来 跟我说她上了年纪走不动了 想定居下来 如果我能给她买套房 她就愿意跟我在一起 你疯了吗 我的眼泪瞬间决堤 质问她 虽然我知道自己患癌是假的 但路眼不知道啊 所以她是真的想在我癌症时放弃救我 拿着救命钱给白月光买房 我眼前的路眼如此陌生 跟我东奔西走 四处求爷爷告奶奶 想要救的 与我相守三十年的丈夫路眼 似乎没有任何关系 但他们的的确确是一个人 这三十年来 是我看错了人 路眼满不在乎 掏出手机低头一边操作一边说 咱们这么多年夫妻 你也不希望我人才两空吧 反正你都快死了 我总得找个人陪着我 瑶瑶只要一套房 不过是你少活几天的事而已 说到最后 路眼可能也觉得自己说的不是人话 眼底闪过转瞬即逝的愧疚 却又瞬间坚定 初初 你知道孙瑶对我有多重要 他想要什么 我都会给他 说完 他又把手机局给我看 现在咱家是真的没钱了 你断了治病的念想 好好待在家里吧 页面上是银行发来的 短信提示转账成功 路眼把所有的钱 包括我们住的这套房子 卖出去的钱 一共150万都转到孙瑶那里了 哦 对了 这房子虽然卖给别人了 但三个月后才交房 你还可以继续住在这 你别怪我 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 他一脸幸福的幻想 到时候 你的保险金到账 我就能给瑶瑶买套别墅了 我终于彻底死心 我的老伴 七十岁了 还在做白月光的舔狗 这我还能说什么呢 对路眼彻底死心后 我突然觉得累了 肺癌晚期的路眼 能不能妥善得到 治疗我忽然不在意了 平静地 撤了排了很久 才挂上的专家号 删除了刚下载好的贷款平台 路眼会变成什么样 就随天意吧 我不想管了 看透路眼的为人后 我开始单方面跟路眼冷战 做饭只做自己的 路眼的衣服 我也不洗 从前我最勤劳 家里总是一尘不染的 但现在 地板上落了一层灰 垃圾桶满到一出 路眼堆着的脏衣服 散发出酸味 我就当没看到似的 路眼很生气 觉得我越活越回去了 连妻子的义务都不尽了 勒令我必须放弃治疗 或许是存了点逆反心理 路眼每天劝我放弃 治疗我都说我必须治 哪怕贷款也要治 主打的就是 我不高兴 那所有人都不许高兴 路眼真怕我贷款 到时候死了 还给他留一笔债 赶紧叫来了儿子 给我做思想工作 儿子一来 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眼泪说流就流 妈 您活不了了 可我们还要活着呀 你想想你的孙子 他还没出生啊 你忍心看他出生后 连一口奶粉都喝不起吗 我冷笑一声 完全不吃这一套 行啊 你不给我吃 我就去你单位闹 让你全公司的同事领导 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到时候 你儿子出生 就真的喝不起奶粉了 听我这么说 儿子的脸刷得一下就白了 赶紧向我认错 不 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 儿子装出一副痛苦的表情 您又不是不知道 咱家这情况 真的治不了啊 怎么会治不了呢 家里又不是没钱 只不过是路眼 把所有的钱 都给了孙瑶罢了 行了 路眼义正词严地看向我 满眼凉薄 做人不能这么自私 你也要为家人想一想 放弃治疗 对我们都好 那你的意思 如果得癌症的是你 你能随便找个楼跳了 绝不拖累我是吗 我分毫不让地直视路眼的眼睛 瑞丽目光逼得他很难堪 他眼神多闪 却还是将矛头继续对准我 当然了 我又不像你那么自私 怎么可能自己快死了 还拖累别人呢 我若有所思点点头 就在他们以为我终于肯放弃治疗时笑了笑 但我不想死 所以还是治吧 见我油盐不尽 儿子起风了 猛地站起身 狠狠踹了一脚桌子 死老太婆 不可理喻 路眼脸色也不好 我真是看错你了 我知道 他们想憋一招大的忧 但第二天出门的时候 还是被单元楼门口的场面吓了一跳 只见门口聚集着五六个举着长枪短炮的记者 一个身形臃肿的女人 正跪在镜头前声泪俱下地哭诉 求求广大网友帮帮我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婆婆得了肺癌晚期 却逼我老公卖房给她凑钱 我们一家都快被婆婆拖垮了 我现在还怀着孕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可怜的孩子啊 还没出生就被亲奶奶拖累 以后的日子可要怎么过呀 真的不是我们心狠哪 婆婆平时就是个很刻薄的人 对我和我老公都不好 小事上我们忍让一下就算了 但婆婆现在居然连活路都不想给我们留 这是要逼死我们一家呀 单元楼门口路过的人不少 儿媳这番哭诉很快吸引了不少人 见我出来 记者们瞬间像是恶狼看到肉侍地围过来 为了活着像血吸虫一样 扒着家人吸血 请问您不会觉得愧疚吗 您平时苛责儿子一家 关键时候又逼儿子卖房救你 你都良心不会痛吗 儿媳风风火火跑到我面前跪下 妈 你就放我们一家一条活路吧 周围的人指着点点 路眼像从楼道里走出来抱住我 哭得撕心裂肺 老婆 咱们不治了 乖 咱们不治了 看到这里我还有什么不明白 他们找来一堆人 将莫须有的罪名扣在我身上 就是为了道德绑架我放弃治疗 心脏发凉 我做梦都没想到 路眼和儿子会这么对我 如果没有这场误会 我就真的被蒙在鼓里 还好 要死的人不是我 闭了闭眼 再睁开时我冷漠地推开路眼 不想给我治病 那给我十万总行了吧 路眼一脸疑惑的表情 不明白我为何转变得这么快 我笑了笑 我这一辈子都困在家里 临死前想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也不行吗 路眼一脸便秘 很不情愿 那也用不了十万 你怕什么 反正赔付的保险金有一百万 你不会亏的 看着蠢蠢欲动的记者 他脸色一变 你说什么呢老婆 你想出去走走 我当然支持你呀 跟保险金没有关系 路眼把孙瑶带回家了 打开门就看到他穿着一身素白裙子坐在沙发上 孙瑶比路眼小两岁 今年六十八了 但或许是满世界旅游 又没有生活的顾虑 他看上去格外年轻 只有四五十岁的样子 昂着头像只高贵的白天鹅 反观坐在他身边的路眼 奴言必息 活脱脱一只老年版田狗 孙瑶轻蔑地看了眼走进来的我 宋如初 听说你找路眼要十万出去旅游 我语气冷淡 关你什么事 你难道不知道路眼把钱全都给我了吗 孙瑶淡淡一笑 高傲地扬了扬下吧 知道 我点头 但那是婚内财产 只要我不同意 是可以追回的 话说完 先急的不是孙瑶 而是路眼 他像骑士一般 挡在孙瑶面前冲我吼道 不是都答应你的要求了吗 宋如初你发什么疯 结婚三十年 他从未对我表现出如此的维护 我原以为我们之间是细水长流的爱情 没想到真相是我根本不值得他上心 被维护的孙瑶摆弄着自己保养的细腻光滑的手指 又看向我因为常年家务有黑的满是褶皱的手 他高高在上 在家当了三十年家庭主妇 你怕是连世都没出过几回吧 你看过北极绚烂的极光吗 追过璀璨的流星雨吗 知道在珠穆朗玛峰上俯瞰世界的感觉吗 不会只是东施孝平 想在临死之前挽回丈夫的心意吧 站到路眼身侧 孙瑶轻轻牵起她的手 又在她满眼惊喜中陡然松开 看着我的眼神中带着得意 看到了吗 你渴求一生的东西 我轻而易举就能得到 路眼深情地站在孙瑶身侧 瑶瑶 我会一直等你的 然而对于这些 我早就能够无动于衷 所以说了这么多 钱呢 早在路眼和儿子让我去死的时候 我就想清楚了 爱情和亲情 确实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永远不可能重于我自己 从此以后 我只爱自己 孙瑶咬了咬唇 不甘心地继续加码 你还不知道路眼这么多年 瞒着你什么吧 听到这话 路眼脸色一变 朝孙瑶看了一眼 孙瑶递给她一个安心的眼神 继续说道 你知道为什么我总在世界各地旅游 还没有后顾之忧吗 孙瑶朋友圈旅行的照片里 她永远住着最好的酒店 吃最贵的餐厅 就算渡海登山 也总聘请最专业的人员跟随 随便哪一项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我原以为她是富二代 现在看来不是 我的眼神一向满脸心虚的路眼 孙瑶的下一句话印证了我的猜想 没错 那些钱都是路眼给我的 即使已经猜到了 但还是有些疑惑 她一个普通职员 月薪六千 哪来的钱给你 孙瑶扑斥一笑 不会吧不会吧 你作为路眼的老婆 难道不知道她都生了 还几次职吗 她笑完又夸张地捂住嘴 哎呀 你确实不知道 毕竟她每个月给你六千 剩下的全都用来支持我的梦想了呢 路眼眼下脸上的心虚 补充道 不好意思啊出出 我退休的时候 已经月薪已经十万了 哦 所以呢 我看着一脸错愕的路眼和孙瑶 突然觉得好笑 这两个人不会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把我气死好 早点拿到保险金吧 你不生气吗 路眼呆呆地问我 我摇摇头 还好 反正那些钱估计已经被孙瑶败光了 不然你也不会卖自己的房 给孙瑶买房 不过既然你打定主意用我的保险金 给孙瑶买别墅 那说明你们现在还没卖 我无所谓的耸奸 我劝你们快点把钱给我 刚刚的对话我都录音了 不给就让你们身败名裂 哦对了 反正我已经快死了 也不怕鱼死网破 把我逼急了 小心我真干出点什么不理智的事 我做事去厨房拿菜刀 被路眼死死拦住 他紧紧攥住我的手腕 声音压得很低 咬牙切齿地问 宋如初 你为什么不生气 你到底还爱不爱我 你有病啊 忘了路眼确实有病 我一甩手 他就被我的动作直接推倒在地上 你就为了十万对我动手 路眼不可置信 我简直气笑了 以前怎么没发现路眼倒打一耙 玩得这么溜 什么叫就为了十万 路眼 结婚三十年 你告诉我你每个月工资就六千 我要在不降低生活质量的情况下 精打细算 每个月连一千都不敢花 十万块 我要攒很多年 果然 不管怎么安慰自己 一想到为这个人渣浪费了这么多年的时光 我的心中还是泛起恨意 有一瞬间 我真的想冲进厨房 拿着菜刀给他挤下 直接送他归膝 但我又生生忍住了 让他这么痛快地死去算什么 我要看着他在病痛的折磨下渐渐消瘦 在日复一日的痛苦中挣扎着死去 这样才能结我心头之恨 难道你想出而反而 路眼 你到底还是不是个男人 路眼咬牙 行 送如初 算你有种 摇摇 把钱转给他 孙瑶有些不情愿 路眼 你别忘了 放心吧 等这件人死了 保险金的钱 够我们花到死了 亏不了 这件人自己想客死他乡 我就成全他 确认收到钱 我拖着早就收拾好的行李 不带一丝留恋地走出门 门后 隐隐有对话声传来 不是说宋如初最爱你 知道真相 肯定会气到病情恶化的吗 我怎么知道 那个毒腹心那么狠 摇摇 你扶我起来一下 我胸口有点疼 你生病了 怎么可能 上了年纪的正常现象而已 我拿了钱 火速跑到隔壁市 租了两个月的别墅 开始了我的悠闲生活 十万块不是乱要的 不仅能让我疏疏服服过 上两个月养尊处优的日子 等着路眼病情恶化到 快死的时候 而且还能雇个私家侦探 帮我监视路眼的动向 照常点开私家侦探 小刘发给我的视频 视频中 路眼和孙瑶正在寿楼处挑房子 令我惊讶的是 儿子和儿媳居然也在 他们一起说说笑笑 俨然是一家人的模样 儿媳笑着夸奖孙瑶 孙阿姨不愧是去过 世界各地旅游的人 见是真的让人钦佩 一旁的儿子也跟着附和 是啊是啊 不想我妈 天天扣扣索索 我小时候还被她拉去菜市场 一起买菜 看着她为了五毛钱 跟商贩炒得面红耳赤 现在想想都觉得丢人 完全比不上年 路眼骄傲地站在孙瑶身侧 那是瑶瑶可是我喜欢了一辈子的人 当初要不是瑶瑶说 在完成梦想前不想结婚 我也不会将就娶了宋如初 被捧着的孙瑶脸上挂着得体的微笑 十分受用 我跟宋如初这种普通妇女不一样 我有梦想 从二十岁决定要走遍世界 到六十八岁 我从来未变过 我的精神世界充裕而富有 但宋如初 她的精神世界太贫瘠了 没有一点自己的追求 麻烦下次不要拿她和我比了 看到这里 我突然顿住了 我的精神世界很贫瘠 好像确实是这样的 是我亲手截断了 浇灌精神的溪流 用柴米油盐将它堵塞 嫁给鹿眼前 其实我是有梦想的 我热爱写作 梦想成为作家 后来我三十五岁了还没结婚 家里人就开始给我安排相亲 于是就遇见了四十岁的鹿眼 我问鹿眼 为什么四十了还没结婚 鹿眼说 他在等一个合适的人 后来我们的相处渐渐多了 感情也逐渐升温 我们顺理成章地在一起 我理所当然以为 他口中对的人是我 我们结婚一年 我们结婚一年就生下了儿子 鹿眼让我辞职在家做家庭主妇 照顾儿子和他生病的父母 赚钱的事以后就交给他 说实话 我不想辞职 但无论是刚出生的儿子 还是卧病在床的公婆 都离不开人 婚姻中总得有人让步 最终我松了口 那段时间真的很难熬 儿子要喝奶粉 公婆需要医药费 我拼了命地省吃俭用 有时间就去打零工 每一天都累到不想说话 鹿眼每个月都乖乖地将六千的工资 一分不少地上交 我十分体谅鹿眼赚钱的艰难 于是坚决不乱花一分钱 变得越来越斤斤计较 对自己也是如此 好几次我因为劳累过度 发起高烧 宁愿强撑着 也不愿意去医院 生怕给鹿眼压力 但好在鹿眼体谅我 每次下班回来 即使在晚 也会帮我做些家务 我生病硬抗被他发现 他都匆匆拉着我去医院 一脸心疼地看着我打点滴的手 言语间尽是感谢我对他的付出 我以为他也爱着我 于是更加毫无保留 繁琐的小事占据我的日常 写作的梦想也被我渐渐淡忘 但我并不觉得自己贫瘠 因为我自认我可以从 我认真经营的家庭中 涉及能量 但直到六十五岁 我才恍然发现 这些年来 我一直扎根在虚假的土壤之上 它在压榨我的营养 甚至想要夺取我的生命 窗外的树影摇曳 发出沙沙响声 我突然想拿起笔写下些什么 忙起来时间真的会变快 转眼就是两个月后 小刘每天都在监视路眼的动向 时不时给我发来几条视频 大多是她和孙瑶的甜蜜日常 但我却在这些视频中注意到 路眼的脸色越来越差 甚至是不是还会露出痛苦的表情 精神也萎靡不振 我算了算时间 觉得路眼大概离死不远了 决定回去 到的时候正好是傍晚 打开门的时候 儿子和儿媳也在 为了方便庆祝 收到我突然死在外面的消息 瓜分保险金 他们死皮赖脸搬了进来 可惜让他们失望了 当我精神绝朔 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所有人脸上都流露出惊讶 你怎么还没死 觉得我快死了 儿媳也不再管了 直接撕破脸 恨不得我下一秒就当场暴毙 我故意装作不懂问她 我好好的 怎么会死 下一秒 孙瑶嘲讽的声音响起 都肺癌晚期了 你装什么无所谓 窝在沙发上 神色奄奄的路眼 突然坐起来 一脸防备 你不会还想去治病吧 我告诉你 没这个可能 你死也得死 不死也得死 放心 你肯定比我先死 我笑着回路眼 现在的路眼 还在幻想着原配妻子死后 和白月光的幸福生活 哪里容得我这么诅咒她 她脸色一黑 想要大声呵斥我 下一秒却脸色扭曲 扶着桌子痛苦的干呕 然后开始疯狂咳嗽 仿佛要把整个肺都咳出来 我呵呵一笑 看 我就说吧 孙瑶看着咳得 口水乱飞的路眼眼中 闪过嫌弃 儿子大声辩解 你说什么呢 爸只是上了年纪 肠胃不好而已 你没必要诅咒他吧 看着咳出血丝的路眼 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检查单 狠狠拍在儿子脸上 瞪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到底是肠胃不好 还是肺癌晚期 拿着检查单的儿子 愣在原地 儿媳过去看了一眼 惊讶地捂住嘴巴 孙瑶皱着眉也看了一眼 怎么可能 路眼心中没有来的一阵心慌 好不容易止住壳 摇摇晃晃跑上去 一把抢过检查单 看到上面他的名字 还有白纸黑字的肺癌晚期 路眼呆滞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得肺癌的怎么可能是我 他歇斯底里的 将检查单丝的粉碎 假的 假的 宋如初你骗人 也要有个限度 儿子听他这么说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假的呀 吓死我了 妈你怎么能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我无奈地摇摇头 手指了指两个月瘦了十斤 面色清灰的路眼和荣光焕发 精神绝朔的我 问 我们两个 谁看起来更像肺癌晚期 答案显然一目了然 路眼的神色一下绝望起来 如果得了癌症的是我 我就立刻去跳楼 绝不拖累家里人 我看着路眼 笑着将他曾经刺伤我的话还给他 不 不 我不想死啊 我不想死 就我 儿子 你快去把你的房子卖了 瑶瑶 你把钱还给我 让我去看病好不好 等我病好了 我们在一起 对死亡的恐惧之下 路眼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眼泪鼻涕一把一把地掉 但前脚还孝顺的儿子儿媳 却猛地变了脸色 苦舔多年的白月光 在第一时间就退开十几步 仿佛路眼是什么病原体一样 妈说得对 你不也知道癌症晚期是治不好的吗 就别拖累我们了好吗 对呀对呀 小宝还有五个月就要出生了 你作为亲爷爷 怎么忍心给他添乱 儿子儿媳 义正词严的指责 落在路眼身上 他几乎是支撑不住地晃了晃 瑶瑶 路眼怀揣着最后的希望 看向孙瑶 孙瑶咬了咬唇 房子就算了吧 路眼 你给我的钱 我会用来继续走遍世界 丰富我的精神世界 不行 儿媳大喊一声 我公公的钱凭什么给你花 尖利的声音 让孙瑶皱了皱眉 他失望地摇头 这是路眼自愿给我的钱 我为什么不能用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我原先以为你是真性情 没想到如此功利 你这么下去 只会沦为和宋如初一样 没有梦想 没有追求的家庭主妇 连灵魂都会变得空洞 儿媳是火药脾气 一点就炸 他早就将路眼给孙瑶的钱 视为自己的 但碍于路眼在 不敢表现出来 可现在 路眼得了癌症快死了 孙瑶在他眼里 就成了抢他钱的罪人 我去你的 我再怎么着 也总比你这条 一辈子都扒在别人家庭上 吸血的水质要好 把钱给我 不然我就报警了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老三 竟敢骗我公公的钱 看我不打死你 儿媳的巴掌 直接朝孙瑶脸上招呼过去 孙瑶没料到 儿媳会动手 脸被打得一歪 你竟然敢打我 孙瑶不可置信地看着儿媳 打得就是你怎么着 别吵了 闭嘴 都给我闭嘴 路眼被烦得太阳穴突突直跳 耿着一口气大喊 刚喊完就两眼一翻晕了 遗产还没交代呢 救护车 快叫救护车 儿子赶紧拨打120 救护车匆匆赶来 医护人员冲上来 把路眼放到担架上抬走 怕孙瑶偷偷跑了 儿媳拽着他跟医护人员 一块下楼 儿子走在最后 走前回头看了我一眼 搓了搓手 妈 之前我跟您说的话 您别在意 我心直口快 你又不是不知道 您要跟我一起去医院吗 我拒绝了 儿子转身飞速离开 生怕下一秒赶不上遗产 可惜路眼最终没死 第二天 我去医院落井下石 还没靠近病房 就听见了争吵 臭贱人 你想去呢 钱呢 医院走廊上 儿媳拦住孙瑶 儿媳嗓门大 周围的人都看过来 孙瑶的脸一下黑了 什么钱 我没钱 你有没有礼貌 我一把年纪 被你拽出个好歹来 你负得起责任吗 孙瑶想以老卖老 大儿媳压根不吃这一套 直接上手扯孙瑶的头发 在孙瑶的尖叫声中大声地说 我去你的 老娘还是孕妇呢 出个好歹 你负得起责任吗 告诉你 今天不把钱吐出来 你就别想走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有人想来劝嫁 儿媳赶紧又是一嗓子 哎哟 快来看看哪 这个老三勾引我公公 破坏我公公的家庭 现在我公公病了 他连我公公的救命钱 都要卖下 丧良心啊 想劝嫁的人犹豫了 转身去通知保安 孙瑶气得都快发疯了 虽然他老了 但年轻时跑来跑去 力气也不小 一发狠就把儿媳推倒了 肚子撞在走廊的铁椅子上 身下瞬间有鲜血流出 啊 孙瑶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刚回神就被一股大力踹了出去 儿子不知何时过来了 草 老子的儿子出事了 老子弄死你 投磕到墙上的孙瑶 没力气反抗 儿子又不解气地 往他肚子上猛踹击脚 这才抱着疼得 唉呦叫唤的儿媳 去找医生 轰乱的闹剧谢幕 我走进路眼的病房 他面色灰败 躺在床上 看见我 眼睛亮了亮 楚楚 你终于来看我了 我就知道 你心里还是有我的 我笑了笑 我是来落井下石的 路眼看到你现在死气沉沉躺在这里 我真的很开心 路眼瞪大了双眼 你变了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坐在了路眼床前的椅子上 问他 那在你眼中我应该是什么样 一个任劳任怨的保姆 免费的生育机器 还是能在死后 让你拿到天价保险金的提款机 不 不是这样的 以前都是我鬼迷心窍 我错了 浑浊的泪水顺着他的脸落下 渗进皱纹里 但我知道 他后悔不是因为欺骗了我 而是他现在没钱化疗 只能躺在病床上等死 路眼 你挺懦弱的 四十岁的时候 你害怕得不到 孙瑶完不成娶妻生子的目标 于是欺骗了我 四十岁到七十岁 你为了继续当田狗 把钱给了孙瑶 可耻地让我为你兜底 七十岁 你终于勇敢一回 让我去死给孙瑶腾位置 我顿了顿 看着路眼满是泪水的双眼 一字一句地说 所有路眼 现在的一切都是你应得的 路眼的嘴唇涅诺 手指控制不住地发颤 却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 抖了半天 只说出来四个字 救我 初初 不救 而习的孩子 最后还是没保住 儿子也被警察带走了 因为儿子踹孙瑶的那脊脚 直接把孙瑶踹进了ICU 听到这个消息 我松了口气 孙瑶没死就好 并不是我关心孙瑶 而是路眼这么多年 给孙瑶的钱 还没要回来 虽然现在孙瑶手上 只有一百多万 但没关系 等路眼死了 他就有钱还我了 路眼舔狗成魔 给自己也买了一份保险 受益人舔的孙瑶 能查到这一切 还得多亏了我请的侦探小刘 他还帮我找出来 路眼三十年来 一直给孙瑶持续转账的证据 三十年的婚姻 我不能只得到欺骗 没有爱 那至少给我点钱吧 我将这一切都打包给律师 就等路眼死了 打官司要钱 为了让路眼早点死 我天天准时准点 跑到她的病房 气她 儿子因为故意伤人 进了监狱 判决输下来那天 儿媳果断和她离婚 去了别的城市 孙瑶还在ICU里躺着 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来 路眼的病情迅速恶化 没几天就到了迷流之际 病痛折磨的她瘦骨临寻 她像是一具骷髅一般 躺在病床上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初初初初对不起 她耳朵也不好 为了确保她能听到 我特意用洪亮的声音 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我清楚地看见 她痛苦地咽下最后一口气 她不舒服 那我就舒服了 路眼的骨灰 被我用塑料袋装着 扔进了垃圾桶里 我始终认为 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 而不是出来祸害人 另外比较意外的是 儿子进监狱 没多久就传来了死讯 她和育友发生冲突 被打死了 我想了想 把她的骨灰和路眼的 扔进了一个垃圾桶 孙瑶身体刚恢复一些 就被我拉到法院打官司 全身的家当 包括刚拿到的路眼的保险金 都判给了我 没多久 她就死了 被气死的 她从年轻到老去 像水质一样 吸取别人的鲜血 供养着自己的梦想 还自诩高人一等 她看不上路眼 如果不是路眼傻到可以无怨无悔 被吸血几十年 她甚至都不会记得这号人 但现在的她 可没有一个像路眼一样的舔狗 可以吸血了 骤然失去一切 又刚从ICU出来 身体还没好全 气得太狠 一不小心把自己气死了 钱拿到手 也算是给我三十年的婚姻一个交代 事情都解决之后 我开始重新拾起写作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我这三十年的经历 改编成小说 文字是有力量的 我想用我的经历告诉更多的女性 先学会爱自己 其次才是爱别人 小说出版后 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我也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 终于完成了年轻时的梦想 这部小说的盈利 也被我全部捐给慈善机构 用于救助那些身患疾病 却被家人抛弃的女性 最近我又开始构思起一本新的小说 是一个关于高龄女性 毅然与出轨丈夫 划清界限的故事 我想告诉所有的女性 无论何时 我们都要有高飞的勇气 阴霾之上 必有属于我们的一片天空 届时阳光灿烂 我们下期见